骨灰在哪里没关系 那如果你有钱当然一一一无所谓 那如果你有压力就不需要了 我的新家要供养佛像如何摆放 我就好像也没有规定了 你就觉得这边墙壁比较清净 然后三尊或一尊就是这样 如果是两尊就一前一后 那当然是佛摆在中间 然后什么时间呢 就是初一时五 活菩萨圣诞日 那这样都可以 但是佛像的目的是要对你的心 不是他在那边 是对着你的心 全家的心要向佛 归佛归法归身 怎么去修行 这个比较重要 哪怕一张纸都是一个佛像 弟子的父亲是华人 晚年的时候进入其他宗教 现在往生了 请问法师 写牌位要写华人名字 还是宗教的名字 无所谓 你写他华人的名字 因为你现在希望用佛法给他 各位记住 不管你的父母亲是什么宗教 功德都是好的 他们都也接受了 我们尽量做 当然你功德够 而且你的心又能够感动你的父亲 你可以引导他变成一个佛教徒 和往生净土 家里有自闭症的女儿 请问师父这是业障还是冤亲在主 都是 你女儿就是你的冤亲在主 但他身上有这个业障 这个业障跟你有关系 所以你必须承受这个业 当然女儿身上一定有他的冤亲在主 当然你就帮他送药食经 帮他念地藏经 等等 不过他诊断自闭症以后 父亲的生意顺利 他所要的高费用治疗金钱都有办法 这是什么原因 他的福报 他虽然有自闭症 但是他过去也造了有福报的因 而且是来报父亲的福报 钱的因 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个善跟恶一下 个人的 所以当然他有他的福报 但是他也有他自己自闭症的业 师父供过佛的花 是不是可以再供在家里的佛跟祖先 可以 如果你供在佛堂的 然后再请佛加持再供在家里 无所谓 当然供养祖先的就不能拿去供佛 这个意思 请购回来的观音神像如何开光 如果有法师 你请法师开光 如果没有 你就初一十五六灾日 念大悲咒准提咒 加上念欧玛丽卑明奉开光也可以 然后最后加念一个 念一下欧阿奉 就是诸佛菩萨身口意的加持 这样可以 请问修净土法门可以修其他法门吗 没有分别 任何法门都是往生净土的资粮 你这样想就好了 你喜欢念欧玛丽卑明奉 你喜欢念往生做 你喜欢做焉供 你喜欢施食 把这个功德回向净土会让你品味高深 而千万不要很估计的说 净土法门就纯粹念佛 其他都不要做 做的就是杂修 这个不是佛陀说的 佛陀说什么 来 发菩提心 身信因果 读诵大乘 劝进行者 这才是真正的往生净土 所以发菩提心 身信因果 供花 供灯 焉供放生 送药师经 送地藏经 这通通要做 特别大乘经典你都要读 而不是说只能读净土经 其他不能读 这违背佛陀的说法 但是这也是祖师大德希望各位专注 这样比较不要乱掉 它是祖师大德的悲心 但是你自己了解就好了 而不能说修净土法门 什么都不管 你如果圆满一点 你才可以上品 如果你不圆满 有信心至少下品 但是大家都希望上品 请问在家做早晚课要穿海青吗 看你自己 如果你家里穿起来 你家里都觉得怪怪 我看你就不要穿 如果你穿起来 你家里觉得 这个很庄严 很尊重你 那你就穿 而且你家还有冷气 如果没冷气 你干嘛穿 这要看姻缘了 写何家供养 是我包括嫁出去的女人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你可以多观想 你的女儿 那你可以多观想 出国旅行 需要做早晚课吗 出国旅行要呼吸吗 你只是自己安排时间 而不是说 虽然时间不一样 时间长短 你自己定 但是养成习惯就好 再来我妈妈在往生的时候 有帮她念佛 她的身体八个钟头还软软的 是否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有没有 有信心就有 当时候你有没有信心 那现在你有信心 还是可以帮她往生的 所以各位千万记住 不要告诉别人 这个人你去住 怎么可以放冰箱 这个话千万不要讲 怎么可以移动 你讲人家本来要往生了 又掉下来 往生就是 没有问题 到的来 掉的来都可以往生 往生是信心的问题 不要给人家往生弄得好可怕 好恐怖 好像完蛋了 少了一个步骤 通通不能往生 多敲一个木仪也不能往生 那这个就是伤害别人往生 了解吗 甚至还有一种人 人家往生念佛 你翻出来看 这个好像没往生 你给人家翻出来就代表 你没信心 你干嘛看人家往生 这样 所以各位 佛陀一直跟你讲 信 你叫绝对信 不要从这些事项在那边做怪 往生是个信心 你念阿弥陀佛 这个人愿意往生 保证往生 这个人不愿意往生 至少不会堕落上二道 了解吗 这个信 相信最重要 所以当我又经常梦到他 不一定是你妈 就是你过去的父母 但是可以让你更精进念佛 但是不是让你担心 了解吗 我又梦到我妈妈了 那我又回想 搞不好是前世的妈妈 过去世的妈妈 就算是现世的妈妈 让我让她品位更高 所以 往生极乐世界是一个信跟愿 这比较重要 而不在于说 中间或是在往生的过程 如果说当然能够很圆满 往八个钟头不要动 那是一个福报 但现在的医院不一定了 如何有正确的男女姻缘 要消业障 要自己消业障 因为过去如果你没有不好的 有不好的音乐 是过去造了恶业 当然除了消业障 要祈求观音菩萨加持等等 再来 请问师父 我看了很多医生 要一停身体就很痒 我早晚都做咽供 也写牌位 身体痒的因 是因为过去男女邪淫的业重 所以多念 念一下 那么清净光如来 那么月光如来 然后不要想男女的事情 不要去想 你要发愿 不要有邪淫 然后不然的话 有些小朋友 五六岁就全身痒了 因为过去是造了阴 但是这个业会跟着他 因为这个痒就是皮肤的问题 男女的问题 就是在享受皮肤的快乐 所以这一点就要忏悔 然后你要守这个不邪淫戒 更重要的 还要守八关灾戒 每个月六次断除男女淫欲 然后呢 多生起这个想法 让她过去 这不是吃药抹药膏 可以解决的问题 她七十岁的母亲 在马来西亚仪保 昨天电话同意 你帮她皈依 有了法号叫原字 但她没有受五戒 只是在家乡 做简单阉供 称念阿弥陀佛 如何让她和我一块 去西方极乐世界 大家一块趁愿再来 因为她没受过教育 没有问题 没有受过教育 一起念佛就好了 受五戒 没有问题 你带着她 在佛前发愿 这样就好了 有机会有法师 那当然是一个加持 但是 受五戒 发愿去极乐世界 念一下 中品上身 受五戒 中品上身 如果你愿意 老人家愿意吃素 那有机会上品 劝她放生 所以不要要求她太多 但是刚刚讲了 你愿意 也引导她愿意 当下大家都在净土了 因为心已经朝净土了 然后 但是不要执着 再来 为什么念变食咒会哭呢 慈悲 众生苦 你把这个哭 变成一种悲心 不思多一点给他们 观想 卖鸡饭 不想做了 又为了生活 不能不做 身为儿女 该如何帮助她 改行 多祈求佛菩萨 多为他们 诵地藏经 所以各位 不要担心 诵经念佛 持着回向给她 回向给她的心 然后 靠着佛菩萨的力量 自己要平静 那你有这个心 因缘不可思议 请问 可否也在新加坡 为猫狗做一场法会 有道理 我们来办一场 好不好 比赛看带猫狗多一点 来帮她故意 我已经办过很多次了 我觉得还不错 那些猫狗还不错 而且在台湾做的很多场 都是 就是他们在杀狗的地方 去超度 以前有杀 现在台湾没杀了 还不错 来 法会功德 回向所有猫狗 往生的猫狗 同享功德 再来 如果已经皈依了 现在享受五戒 怎么做 就是我们八观灾界 都会传五戒 那你就用旧的皈依症就好了 还是说你要一张新的 新的法号也可以 出家人过午不时 我们把食物早午晚 我们现在早餐 午餐可以供养三宝 晚餐一般不做供养 但是如果要供养也可以 比如说为了恶鬼道 我先把要不思的先替他们供养三宝 请问现在可不可以供养佛 当然可能现在是晚上啊 有佛像啊 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 我们只是为了恶鬼道 做供养 那可以 那让他多一个功德 再来在家弟子受八戒 只能受礼拜一至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天跟家人用餐 这样是不是不圆满 受八戒能喝咖啡跟茶吗 咖啡跟茶 基本上只要没有加奶油啊 混浊啊都可以啦 看个人的 个人的情况 但是 礼拜六礼拜天 你如果不受 因为你跟家里的姻缘 所以你就可以跳一天 那无所谓 地址是全宿 每日每天吃面包 做早餐 大部分面包都有鸡蛋 那你就不要挑鸡蛋了 我也很喜欢吃有蛋的 我每次到英国 那个面包好吃 翻到老半天 算了 阿弥陀佛 就是面包有加蛋 特别那个牛角面包 上面要涂一点蛋 我才会香啊 对不对 我到印尼光在机场就肚子饿啊 玉泥那种面包太香了 巧克力鸡蛋面包 我以为只有巧克力原来加鸡蛋 所以 来 回向所有鸡蛋 嗡啊 所以你就不要吃鸡蛋了 吃鸡蛋呢 脸不会亮 第二个 容易长痔瘡 痔瘡的两个原因 过去邪淫多 特别男生 你会享受女人的痛苦 要自创 还有爱吃鸡蛋 还有一种爱吃鸡屁股 那可严重啊 新加坡应该没有 再来 弟子放宫回家 都会用水米淹供 先供在西方三圣 然后念便食咒 甘露咒 尊圣佛母咒 善供三宝 再放在家里的后巷子 私死 有时候已经过了半夜 十二点 请问可以吗 没有问题 二十四小时 OK 众生很苦了 夜晚也多了 并不是白天没有 最后一章 最后两章 母亲从三年前中风 身体如何恢复到以前 不一定 心情好最重要 能够相信佛法最重要 然后你就随缘帮她尽力 让她让对方接受现在的样子 能够好最好 不好可以念佛 懂得佛法最重要 坐在年里 还没有坐轮椅 天天跑去跳舞 还不如坐在轮椅会念阿弥陀佛 你喜欢哪一个 当然会念佛 又会跑最好了 但是至少让她学佛 很久以前公公是杀猪了 她已经不在了 要怎么弥补 宋帝章经 替她布施猪的食物 或是我们台湾有在救猪 台湾的猪一只八千块台币 都可以 你不单的猪一只两万五千块台币 因为不单没有饲料可以吃 要买人吃的给他吃 男朋友的整个背部 让一个泰国师傅吃了泰语的经文 师傅早在几年 就回国了 请问这个对我们两个会什么关系吗 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抱着她就念经吧 布兰尼要叫她 因为她也是个善心 泰国人喜欢吃在身上 但是你抱着一个和尚睡觉 不错 因为你就朝好的方向想就好 因为你没有坏衣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曼德勒 巴里文的意思为多宝之城 位于缅甸中央 为缅甸第二大城 是一座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古城 向世人展现着古代缅甸王朝的灿烂辉煌 曼德勒曾经是阿瓦王朝的首都 所以当地华侨习惯称之为瓦城 是缅甸学校僧侣最多的地方 也是缅甸文化之都 又因盛产宝石 佛教经典的结局 从佛陀入灭后三个月 一直到现今 共经过六次的结局 第一次到第三次经典结局 在印度 第四次结局 在斯里兰卡 第五次和第六次 则是在缅甸 第三次经典结局时 阿瓦王曾遭遇困难 而由慈悲的乌巴库尊者 也就是优婆渠多尊者 实现解难 一心定理 水中佛 乌巴库尊者 如果各位去过缅甸泰国 到处就看到这一尊 这个叫发财佛 所以叫水中发财佛 所以要发财就要拜这尊 为什么 因为这尊 这尊就是佛陀涅槃以后的 第四个祖师 迦瑟尊者 安然尊者 桑那和修 第四个叫 优婆居多尊者 这个优婆居多尊者 阿瓦王杀了八万事件 杀人魔王阿瓦王 很可怕的 阿瓦王那时候为了毁坏佛教 居然把那个菩提树 硬把它烧掉 好几次把它烧得光光 他不喜欢佛教 杀了很多人 后来这个 优婆居多尊者 他是在水里面修行的 看情况了 他就视线在阿瓦王面前 杜了阿瓦王 阿瓦王才知道 哎呀我错了 然后他说 那我杀了这么多人怎么办 优婆居多尊者说 那可以啊 你总共杀多少 我至少杀了八万四千人 阿瓦王把他的皇后 宫里通通通烧掉了 你看都狠 所以他就该说 可以 你杀了八万四千人 你只要在这个世界 盖八万四千 四千个佛设立塔 就可以消恶业 这样 所以阿瓦王就决心要盖 而且他过去毁坏佛教 所以他就发愿要护持佛教 所以我们的第三次佛经结局 就是阿瓦王办了 但是要办这个障碍可大了 那些魔啊 那些龙都要障碍 那时候怎么办 很多出家人说 哎哟啊 没办法 你要请你师父啊 优婆居多尊者 从水里面出来护持 所以第三次佛经结局 就是这一位 优婆居多尊者护持的 才能够盖完 在七年 七个月零七天 盖完八万四千个佛设立塔 把佛经又重新结局 所以优婆居多尊者 各位要说 你要想魔啊 想小人啊 多念他的名字 他也有发愿 从佛陀涅槃到未来佛出生之前 弥勒菩萨 这个世间人 如果你要做善事 需要钱的 只要念他的名字就好了 重不重要 重要啊 我们这边要盖 盖菩提塔 要盖辽坊 这要求又破几座尊者 所以辽国的缅甲的每一个寺庙都摆着塔 曼德勒库克多佛塔 位于曼德勒山脚左侧 又名十经院 以天下最大的书 著称于世 塔院面积十三英亩 中间有一高耸的佛塔 四周由729块 缅甲大理石碑林 相围成正方 上科有全本三藏经文 每块石碑都建有塔亭 库克多佛塔 由贡邦王朝 闽东王所建 从1860年10月开始建造 到1888年5月完工 1870年至1871年 闽东王召集2400名僧人 在曼德勒召开了第五次佛教截籍大会 考定教对了以巴历文为主 各种文本的南传藏经 并将截籍的三藏以石碑为业 用闽文及巴历文 捐刻在729块石碑上 立于曼德勒的居他驼寺 四周另外围绕四十五座佛塔 闽东王曾宣布 发现石碑上有一座字者 奖赏一个金元宝 结果无一差错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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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wadu taba mingrāng, rakhandu taba devadā, taba dhāma nubhāvēnā, sarātukhi hovandu dīng. Bhwadu taba mingrāng, rakhandu taba devadā, taba tāngā nubhāvēnā, sarātukhi hovandu dīng. Mahakarunnikar nādho hidāyā taba pānīnā, pūrengdvā parmi taba padau tāmbodhi mugdhamā, edena tisa vajena tuthi dehodu taba rāng. Seya ndo bādiyā mūrēng, tēcāna nāndī vautanā, ewa mewa sayo hodū, sayātū, sayā mingrāng, apra sītā prēnggī, tītē pūtu wī pukalī, Abī tēgī, tāpā pūdhāna, eka padau pāmā tērī, tū nekādā, tū mingrāng, tū bābhārā, tū hūtīdā, tū kheno, tū mūhūtosā, tū yedhā, biamā seridu. Padekhina kāyākama, vāzākama, padekhina, padekhina manokama, panīdīdī padekhine, padekhina ni katwāna lavandade padekhine, 第六次经典节集于缅甸阳光举现, 由八个不同国家来的2500位长老僧侣们同时聚集于此 这八个国家为缅甸、泰国、钱卜在、辽国、印度、斯里兰卡、越南和尼泊尔 即1954年开始,整个过程花了两年的时间 其中包裹了种种的比对、验证和考察 于佛陀入面后的2500年的5月 西元1956年完成南传大藏经的汇编 此次节集,缅甸特于仰光新建的一座长139公尺 快113公尺的万人石窟道场 外形仿自第一次进行佛经节集的印度七夜窟 可容纳一万多比丘聚会 此次节集是由犹如文殊菩萨事件的三藏法师 民工尊者担任总编辑 并在经典节集的两年期间扮演回答者的角色 民工尊者在1953年通过缅甸最艰难的佛学考试 成为缅甸有史以来第一位三藏持者 1985年,大长老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一万六千页佛教经典 被列为经世世界记录 并于13年的时间编成一套六集八册大佛室 其中第一集的上下两册即是解释如何修习菩萨道 1993年2月9日 81岁的民工尊者元吉后 于曼德勒建有一座纪念塔 感念尊者于佛法流传的巨大贡献 另外 为了庆祝此次经典节集 仰光修建了一座世界和平塔 和平塔的宝库中 藏有释迦牟尼佛的两大弟子 穆建莲和摄利佛的摄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